大概记忆测也但好了 基本上都比较偏向自身经验 个人经验 100年大概是个断点 千万 100年之前的题目 基本上全部都是偏向个人经验的描写 比较大的转变就是 基本上就由个人经验转向群体经验 社会经验 时代经验 好 对对对 今年的群体经验应该是由命题度蛮高的 准备历届的试题真的没有用吗 当然是有用的 尤其是国文 我刚刚讲 国文语文类型的东西都是重复度很高 为什么 因为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些 基本上都是失落的人事物 就是已经消失的 已经失去的 已经不见的 消失在你的生活之中的 98年计测题 常常我想起拿上手 102年未考题来不及 104年未考题收得 已经消失的人事物 为什么要写它 那一定是对你的生命有很重大的影响 那怎么样才叫重大的影响 就是它不只存在在你的过去 不只存在在你的现在 你还知道它还会存在在你的未来 那可是它既然已经失去 所以请问它是如何存在在你的现在未来 的精神变相上 好 那也就是说这一类型的题目的主持一定要谈 影响力的有可能性 99年计测题 那一次我自己做决定 男人长大了 对不对 自己 管自己的事 100年计测题 在成长中 逐渐明白了一件事 谈人成长之后 事业跟从前有什么不同 102年计测题 从那件事我发现了不一样的自己 不一样的自己 新的自己 整个就是谈人的成长 105年会考题 从陌生到熟悉 好 那这个从陌生到熟悉 也是在谈你怎么对一件事 重能生效 好 对一个环境 开始能够适应 好 那这个基本上都要谈人经验的纯熟 以及从经验之中可以学会的东西 那人学会了新东西 认识了新环境 视野也打开 视野一旦打开 精神一旦成长 那就更过去的自己 就是不一样 就是新的自己 所以这一类型的题目 基本上都是 从体验 带来体悟 带来 新的自我 好 那第二种类型的题目 因为各位的年纪的关系 好 你们刚好在青春期 所以第二种题目 跟你讲什么 讲不讲 一百年大概是一个断点 牵带来 一百年之前的题目 基本上全部 都是偏向个人经验的描写 比较大的转变就是 好 基本上就是由个人经验转将 群体经验 社会经验 时代经验 主要有两周 一个叫时间轴 一个叫空间轴 时间轴 考时代性问题 空间轴 考社会性问题 好 那时间轴 大家会考现代 当代 过去 当代考什么东西 当代考资讯爆炸 考全球化 好 那过去问题 就考传统 传统哪一点 106可以考体验 在这样的传统系组里 我看见 那如果是未当代性 或未来性 都考资讯爆炸 考AI 然后考全球化 所以资讯爆炸 AI 跟全球化 这三大议题 大概是考试的重点 空间轴考社会 但我觉得今年考空间轴的 可能性不太大 而且空间轴比较少考 空间轴就会谈很具体的 确切的社会问题 可能跟你谈 平均差距 谈M型化社会 可能跟你谈 老年化社会 像是本大就考这个 老年化社会 好 台湾可能考少数化 2010年的区域经验 应该是有命题度蛮高的 2011年的计策题 影响生活的影响方面 20107会考题 我们这个试代 20103会考题 每个未来我所需要 具备的能力 20108会考题 清理工具 全部都是考试贷问题 考试贷问题 试贷问题 试贷基本上就跟 物质 一定是从我们之前开始玩 物质感变 影响的生活 生活影响精神 精神切害施打 对不对 好 那人要因应啊 所以因应的话 就会开始有多种 能力配合 资讯科技德巴达 全球化 资讯爆炸 带来的时代变动 影响的产业变动 产业变动影响的什么 就影响了人才需求 那人才需求就影响教育体系 懂吗 它是一环后一环 大概这七八年来的考题取向 越来越偏向群体经验 那这个题 莫名题方式就长得 比较像高中的国谢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